居住在中立区内立里的60多岁的一个男性 那平时呢是定期前往新北市三峡区五寮里竹损员采集竹损 9月28日的时候出现有发烧的症状 在诊所就医之后症状没有改善 那下肢开始陆续有出现红疹的情形 机关处表示新增的8名个案都有到五寮里活动室 当中有5个人分别是在9月17号到30号 陆续出现了发烧头痛关节痛等症状 而新北市卫生局表示会持续加强五寮里的社区防治 截至到目前这一起群聚累计的个案已经达到了38人